许多人都会吃益生菌 来促进肠道内的菌种平衡 但如果本身已经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 就得更加注意肠道保健 目前所知造成阿兹海默症的主因 是β類淀粉蛋白质沉淀在大脑 引起大脑神经元发炎 国内外研究也发现肠道发炎 也可能是引起大脑发炎的源头 如果已经罹患阿兹海默症 还会导致病情加速恶化 国家像瑞典也有一些大规模的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在老鼠的研究发现说 阿兹海默症的老鼠里面的 肠胃道的细菌 如果我们把它移植到 一些健康的老鼠的肠胃道里面 让这些健康的老鼠也感染的话 这些健康的老鼠竟然也慢慢会 产生失致阿兹海默症 我们肠胃道的一些发炎 可能在长久之后 也会导致我们的脑细胞发炎 肠道菌感染后会刺激体内 免疫血球细胞 移动到阿兹海默症患者脑部 引发大脑产生大量促进发炎的细胞激素 以及氧化自由基 导致脑神经细胞死亡 近来越来越多研究也显示 肠道与大脑之间有密切的沟通 肠胃道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免疫功能的第一防线 当我们的肠胃道不健康的时候 我的这个防线如果已经有损坏了 那我的免疫功能就会变差 那我们可能就会慢慢进入一个所谓的发炎状态 但当这个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 变成是一个全身性的发炎状态的时候 我想这个可能就会蔓延到我们身体很多不同的器官 像脑部 那我们也发现说很多肠胃道不健康的病患 会有一些关节发炎 会有一些皮肤炎等等的问题 世界学行之大典提醒您 肠道的神经密布是除了大脑之外 最复杂的神经器官 因此又有第二大脑支撑 加上它又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 因此日常保健都必须好好做好 感谢观看